詞曲 李宗盛 曾因高自由度和廣大的世界觀掀起熱潮 韓國人其大型線上 MMORPG 上古世紀 在今年韓國 G-Star 正式宣布要推出續作了 由 XL GAMES 社長宋在京親自作證開發 承襲上古世紀的世界觀 大幅強化畫面和遊戲體驗 引擎也從前作的 CryEngine 3 更換成更先進的 Aurora Engine 5 從展示畫面就能夠感受到這畫面簡直就是超進化 上古世紀2 也將強化戰鬥體驗 讓每一次的交戰更具動感和臨場感 故事接續前作的時間軸和世界觀 但這回的焦點將放在個人冒險跟故事上 隨著劇情進度前進 探索也會有所變化 前作的貿易系統也將在續作中改善 讓我們能夠更無障礙地進行單人或多人合作貿易 本作最知名的房屋建造系統 也將加入更多客製化要素 並翻修建造系統 現在能夠在城內建造自己的房屋 並與好友或是工會成員同樂 上古世紀2 各方面的提升 就是要帶給玩家 非線性高自由度的開放世界體驗 看來製作團隊這回是下足的決心 遊戲以2024年開始營運為目標開發中 就讓我們期待未來官方釋出更多的驚喜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